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是这种系董哥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原神最新的卡池吧 就在最近被反复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武器池子了 剃刀到底值不值得下池子里面捞一把 随着原神的体系在过去的半年逐渐迈入了能量体系之后 充能系的武器地位都得到了相当可观的提升 在半年前被调侃为四星武器五星之尺的雪山薄荷 现在回过头来一看也成了各大角色手上的香薄薄了 难道不是吗 降龄可以用雷电可以用云锦可以用神鹤也可以用 只能说幸亏官方又送了一把鱼叉呀 不然真的是薄荷都抢不过来了 现在一回过头来呀 薄荷的地位甚至比很多五星武器都要高了 有些武器的地位最近在不停的走高 但是有些武器呢就已经没有去年这么高评价了 我们就打比方说被称之为神器的护魔之杖 最近好像没啥角色可以用啊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最近你再去问的话 你会发现在舆论上面护魔的地位已经远不如剃刀了 因为随着充能系武器的地位水涨船高啊 剃刀又是长枪之中最为优秀的充能武器 因为它是限定武器嘛 自然地位也会跟着一起上涨的 但是剃刀真的如同舆论中所说的这么强劲吗 事实上跟我半年前所做的视频里面所说的一模一样 剃刀其实有一定的战魔是在雷电将军的天赋上面的 非常简单的逻辑啊 当你设计一个角色并且设计他的专武的时候 你肯定要考虑到这把武器结合角色本身的天赋增伤之后 能够发挥出什么样的dps的 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 大家可以去想一想作为一个设计师 他有可能设计剃刀的时候 不考虑雷电将军身上的充能转雷伤的天赋吗 当然是不可能的呀 所以在对数值拍板定案的时候 这一切都是一套的 都是成双成对的 剃刀在雷电将军手上自然是一把超模的武器 但是在其他角色手上的时候 就打比方说在相邻手上的时候 相邻是没有充能转成火伤的天赋的 也就是说比起雷电将军的绝缘天赋双阵反馈 相邻却只有一个阵反馈 那就是如果他选择绝缘四件套的话 那么相邻拿剃刀同样可以获得可观的加成 但是超模的加成肯定是没有的 这个我在半年前的视频里面已经做过计算了 大家如果好奇可以回去看一下 精炼一的剃刀跟精炼一的护魔同样在200充能左右的情况之下 就一个用充能杀一个用攻击杀嘛 即使是满血剃刀仍然没办法在护魔上面占到任何的便宜 也许这个时候有人就要说了 那我剃刀也用充能杀不就行了吗 那样可以推到250的充能啊 确实可以 但是这样输出就下降了 因为精炼一的剃刀呢 充能转攻击力是稍微有一点吝啬的 无脑堆溢出的充能只会让向林的输出反倒是下降了 当然有些人可能坚持在实战中 向林就是要有250以上的充能用起来才舒服 那这个是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 我跟你说 杭丘在260充能的情况之下 还得拿着记理剑去踢龙西两脚才能够马上充满 这个就是现实 你们要想想 基理剑行球可是可以两脚十个水球啊 同样作为80点的能量的角色 如果用同样的标准来要求相林的话 你会发现要求在所有的场景下 都得能够马上充满无缝衔接 对于相林而言更加是一个无底洞 其实充能够不够这种东西啊 跟环境有关系 跟队伍也有关系 其实都是浮动的 所以大家自己熟悉的配对自己用一用感受感受 如果不够的话 你就往上堆一堆就可以了 这个主要是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 别人给你的数值只能当个大概的参考 我相信绝大部分人的反应都是 怎么可能有人给基理剑行球队260重能啊 但是觉得踢两脚必须满我才有安全感的 这种人意外的还是有不少的 所以关于剃刀啊 我觉得你抽一把给雷电将军就可以了 我在直播的时候 然后有部分的船员这样问我 就他们已经有满金的剃刀了吗 有没有必要专门下持子 抽一把金链一的给香菱啊 金链一是真的一点必要都没有的 没错剃刀他还有一个大特点 就是他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民族战士 在满金链的情况之下 护魔之杖跟剃刀的差距就彻底拉开了 因为护魔之杖的金链对于胡桃而言是属于特化型的收益 但是对于香菱而言护魔的金链是几乎没有收益可言的 但是剃刀就不一样了 金链上去了之后 那个攻击力给的可是真的慷慨啊 转换率也是非常高 接下来说的东西可能跟大部分玩家是没啥关系的 但是香菱真正意义上过去几个版本上限变高的地方呀 真正意义上变高了的地方就是满金的剃刀 在满金的情况之下剃刀恐怖的转换率允许香菱在不牺牲上 伤害的情况之下 直接就把充能堆到二百七二百八了 然后开大还加个五十嘛 这个充能就直接奔着三百往上了 伤害期望直接就往上飙了 所以对于那些打竞速的玩家而言呀 香菱一般都会拿一把满金的剃刀的来追求一个真正的上限 我是指万达国际里面呀 基本上也就万达国际了吧 因为融化干羽队的竞速思路里面 我经常看到香菱拿的是西风枪的 香菱维持循环和打球是更重要的嘛 但是在万达国际里面 因为香菱是活打水嘛 从元素的机制上面反应的覆盖率就一下子上去了 所以顶配的万达国际是需要香菱拿一把满金的剃刀的 在主流的竞速阵容里面 香菱的就业岗位就是只有万达 跟一部分还在使用香菱的荣甘思路了吧 所以要不要抽第二把满金的剃刀 你自己做好决定 但是今年一次真的没有必要的 对于普通的玩家我也可以这样劝告你们 那就是比起你去抽两把剃刀 你还不如抽一把剃刀一把护膜 这样你的武器box那个深度宽度也会增加的 这就像你去抽两把金链一的护切那样 一点必要都没有 你还不如有一把物切一把绿剑的武器跟人物一样 以后都会慢慢膨胀的 我发现有些玩家有时候会陷入一个误区 就是过分神话某些武器 然后就会不进去抽好多把 这个对宝库型的玩家而言是没毛病的 因为他们会印钱呀 但是对于月收入处于平均水平的玩家而言呀 就真的要深思熟虑了 你如果目睹过去年他们怎么神话护魔之杖的话 那么我可以明确告诉你 明年这个时候护魔的今天就是剃刀的明天 什么物切呀飞雷弓呀也是一样的 这个游戏就算剩一物也一样 慢慢的就会进入合成台了 不要去过分神话某一把武器啊 然后去抽两三把 这是很不理性的也非常不效率的 思维敏锐的朋友应该已经注意到了 就是接下来设计的角色好像慢慢的开始偏向于一技能战士了 然后难免的你就会发现慢慢的哎怎么充能武器不太吃香了啊 这个是肯定的也是迟早 所以对于这一把稻草之替光啊 我只建议你为雷电将军抽一把 因为他外观也是毕业的 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反正雷电将军开大之后都一样啊 但是你背着一把鱼叉到处走就好像去 cross eva出号机那样就老实说看着挺爱演的 当然这个如果你自己过得了自己心里那道坎的话倒是无所谓 我是更倾向于角色外观要毕业了 说起外观毕业啊 我们就不得不提一提另一把武器了 那就是不灭月花 其实老实说吧 在不少的战术体系下面 星海是不拿月花的 但是他好看呀 星海作为少数的在大世界使用起来相当方便的角色啊 不灭月花在大世界能够更进一步的提升星海在大世界的游戏体验 而且你看长相的话比金破跟讨龙那是强不知道多少倍了 所以本来关于这个武器吃死 我是觉得你如果有星海的情况之下 你只外一把月花还是不亏的 毕竟是高度起合驻场行星海的定位的 我相信有不少星海党也是缠着把武器的老实说啊 但是新的那个活动武器啊 就这样被角田树枝丢给了八重绳子这件事情啊 我是一直挺在意的就怎么说呢 就我们这些外观党可能会挺在乎外观的 我本来是想着小号这一期也下一次武器池的 就在两个多月以前 我第一次听到传闻要同时复刻星海跟雷电的时候啊 本来是这样想的 对吧 各捞一把外观都比也多爽 但是这些素质的话却不做个人啊 我的意思是说你们都不当人了 凭什么找我们要别墅啊 我们在乎外观了你们在乎吗 你们平时是怎么对美工乱搞的 如果只看强度的话 不灭花他配吗 一点都不配啊 那这个石子还抽什么 抽个蛋不抽 剃刀其实也没有很多人所幻想中的那般美好的 我本来小号想下这个池子 就是想给小号的两个老婆也外观比叶的 因为我知道剃刀所谓的泛用性 他拿给香菱也不过如此了 如果不抽到满金的话 所以说最近他们有一些迷的操作 真的让我觉得非常不适啊 希望以后也可以少做点这种事情了 关于剩下的几把武器啊 就是事情武器 我们也大概聊一聊吧 纪理书不用多加介绍啊 砂糖的毕业级武器了 然后就是西风长枪是四星武器之中 绝对算是T零级别的那一批吧 基本上所有科老都有一把90级的西风长枪啊 一方面也是因为枪兵辅助多 另一方面也确实是方便嘛 接下来就是那把二王丸 这把武器可能了解的人比较少啊 他其实在满金的情况之下 给北斗用伤害是比低精炼的狼墨还要高的 因为在感电武装里面 几乎各个都是充能困难户啊 他们本身也比较仰赖双雷充能吧 基本上各个都是要求7080能量的 所以说二王丸还是整体而言 在北斗手上表现还是不错的 当然狼墨在激发的情况之下 各方面肯定还是比二王丸要强的 毕竟那个争议是全对的嘛 虽然覆盖率比较堪忧 激发条件也很苛刻吧 最后我们再来聊一聊蒙云之月跟霞里龙吟吧 先说说这把弓他能用的角色其实不多呢 就如果你甘雨实在蓄力射不中敌人的时候 只丢大招还是可以用一用 其次就是白质还是有点高的给九条 当四星武器用用也才行 然后霞里龙吟算是克勤的低配版毕业专务 只不过目前而言低配版的克勤在深渊的处境懂得都懂啊 其次就是我相信有不少人可能没有注意到就是这把武器 其实给航秋在雷国队里面这个被动覆盖率是相当高的 在雷国队里面就不需要拿什么基地剑了嘛 你踢一脚就可以了 穿上绝缘是使劲堆充能嘛 最大化航秋的输出 总的而言这次武器池子陪跑的四星武器 我觉得可以打个七十分的样子 至于五星武器嘛就是一把六十分加一把八十分了 如果连外观都不去考虑的话就真的没有任何意义了 本来好好的一个武器池 其实可以一个池子毕业两个老婆的外观是挺香的 我本来做这一期视频的时候是想这样跟大家说的 就一开始是这样打算的了 但是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 让我感觉到了素质策划对美工们的异常的不尊重啊 所以不说了 建议大家跟我的小号一样躺平就完事了 说完武器池 我们再来说说角色尺吧 雷电跟星海到时候肯定会专门出视频来讲的 我们在这里随便聊一聊四星角色吧 首先班尼特不用多加介绍了吧 如果是班尼特怎么用都不知道的萌星的话 可以去找一找很多相关的视频 是属于保住平民玩家下线的比较重要的四星角色之一 如果你真的到现在都还没有班尼特的话 我建议你在这一次卡池下去抽个一命啊 这怎么都不亏的 就如果你在抽班尼特的一命的过程中 出了星海或者雷电都没任何问题的 我觉得是属于少数的四星角色里面可以电的角色 九条沙罗就不要去电了 就算是五命也不要去电我跟你们说 对于零命的将军而言满命的九条意义不能说很大 而且九条缺乏任何的泛用性可以说的 目前而言显而易见的是 我们可以看到原神官方正在加大力度针对索面板这一个行为 在九条上线之前 还有很多人寄予厚望他可以拐北楼可以拐小爱咪 但是鸡贼的策划呀 他们现在都学会了 就是有一些增幅 他不要你出现在面板上面 所以显而易见的现实就是以后如果出现什么火系暴伤增加60%的角色 相应大概率也是吃不到的 然后新出的火C却可以凭借他那个极短的爆发期来吃卖 以后的大趋势肯定就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除非你是奔着二命的雷电将军去的 不然的话绝对不要为了五命的九条去继续前进继续电什么的 九条本身呀就是二命的主C型雷电将军的专属专人了 这个我在半年前的语言评测里面都这样说了 当时还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来着 因为那个时候雷电都还没上线嘛 你现在去任何一个社区说同样的观点 别人只会说你在说废话 一点反驳的声音都听不到 这个说明就是有些观点进入了时间的考验嘛 然后最后一位陪跑的角色星妍啊 是目前而言原神割裂设计的最大受害者了 就你如果单纯的从强度模型的角度出发的话 你甚至都搞不懂米哈游为什么要这样去设计一个角色的 可能是开服期间火系大剑这个属性实在是太猛了 搞得米哈游设计角色的时候就异常的畏手畏脚 他身上的战魔真的是四分五裂的 什么词条都好像可以用一用 但是反而让你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堆啊 作为一个物理攻击手 活属性的这个属性又是天生的劣势 这说明了你的队伍里面必须得有冰和雷的队友 这就导致了配对灵活性格子也被卡的挺死的 想要拿新颜打主c的话对练度要求是非常高的 新颜肯定是需要一个大幅度的增强的 但是作为一个人气也并不高的四星角色 老实说我们现在也只能够寄望于所谓的官方的爱了 好了关于下一期卡池的大概的展望 我们就做到这里 后面雷电与星海的视频将会更加精彩 让我们来一起分析马上就要复刻到来的两位到期的指挥官 一起来聊一聊他们的当下以及展望以前三连关注董哥的频道 后续为你带来更多更有趣又更有含金量的游戏资讯